十二种过期后绝对不能吃的食物 这些食物一旦过期 就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 第一名更是超乎想象 可能就在你家冰箱里 你知道哪些食物过期后 必须扔掉吗 本期奇异探索战将带你深入了解 这些潜在的危险 点击订阅 以及守护家人的安全吧 第十二名 贝类 贝类向隔离 一贝和牡蜜一样 需要立即冷藏 否则细菌会迅速繁殖 导致严重的食原性疾病 根据食品保鲜应用程序的建议 这些贝类应该在购买后的五天内食用完 而扇贝最多只能保存三天 如果你发现海鲜有怪味 千万别犹豫 直接扔掉 你知道吗 贝类中含有的某些毒素 即使加热也不能完全消除 所以新鲜度至关重要 第十一名 鱼类 鱼和肉一样 容易被细菌感染 农业不建议 鱼最好在购买后的一到两天内食用 如果吃不完 就要用防潮的冷冻纸或铝箔包好 放进冰箱冷冻保存 这样可以保鲜三个月 甚至更长时间 为了保证鱼类的新鲜和安全 记得遵循正确的储存步骤 把鱼放在冷藏室的最冷部分 确保温度在零度到零下四度之间 如果你发现云有任何意味 千万不要冒险 直接扔掉 生鱼片爱好者们 特别要注意这一点哦 第十名 蛋白质 一整合鸡蛋比牛奶有更多的使用时间 但两者都应及时使用 生鸡蛋在壳内放在冰箱里 可以安全保存三到五周 而牛奶一旦开封 平均有三到五天的使用时间 如果未开封 大约有十天的时间可以使用 第九名 碎肉 根据农业部的建议 碎肉在购买后两天内要么吃掉 要么冷冻起来 不管是牛肉 猪肉 火鸡 还是羊肉都一样 为什么这么急 因为碎肉比整块肉 更容易滋生细菌 那些原本在表面的细菌 现在全都混进肉里了 增加了食物中毒的风险 第八名 瓶装调味品 虽然这些调味品装 在玻璃瓶里放在冰箱中 看起来能保存很久 但实际上并不能完全避免细菌污染 一旦打开盖子 安全密封就被破坏了 所以应该尽快使用这些调味品 当往做三明治时 把刀子插进酱料瓶 再抹到三明治上 然后又把刀子插回瓶子里 这样做 岂是把细菌带回了瓶子里 根据农业部的建议 芥某可以在冰箱里保存长达一年 蛋黄酱两个月 烧烤酱四个月 番茄酱六个月 如果你发现 酱料瓶顶部有任何水漂浮 变色或气味异常 无论放了多久 都要立即扔掉 你还在用一年前的老酱料吗 第七名 新鲜肉类 购买新鲜肉时 你会看到一个销售日期 这个日期告诉商店产品 可以展示的最后一天 对你来说 这意味着回家后 要么马上吃掉 要么就冷冻起来 销售日期时提醒商店 这个日期之后 肉就不能再放在货架上了 有时为了尽快卖掉 还会打折 如果你看到打折的肉 记得买回家后 要尽快处理 另外 新鲜生肉 可能会被沙门氏菌 和大肠杆菌等细菌污染 所以烹饪时 一定要确保肉 达到适当的温度 这样才能杀死有害细菌 保证食物安全 冰箱温度 对新鲜肉类的保存 也非常关键 如果需要更长时间保存 可以将肉类冷冻在 零下18摄氏度 或更低的温度下 第六名 熟食肉 去拿好排队时 不要在熟食柜台买太多 根据农业部的建议 熟食肉大概只能保存三到五天 所以 只买你在这段时间内 能吃完的量就好 预包装的熟食肉 在未开封时可以保存更久 大约两周 但一旦打开 就需要在同样的三到五天内吃完 熟食肉特别容易受到 里斯特菌的感染 这种细菌在冷环境下也能繁殖 比如你的冰箱 所以 冷藏并不意味着完全安全 你无法看到 闻到或品尝到一些 会让你生病的细菌 但如果熟食肉有点黏滑 或散发出怪味 那就是需要丢弃的好信号 另外 检查一下你的冰箱温度 确保温度计设置在4摄氏度以下 保持食物新鲜和安全时 我们的首要任务 第五名 新鲜浆果 无论你是从超市 还是农贸市场买的浆果 它们的保质期都很短 根据食品安全网站的数据 树莓和草莓最好在购买后三天内吃掉 而蓝莓可以保存一周左右 如果你知道 在这段时间内吃不完 就把浆果冷冻起来 否则它们会变得糊状 并容易发霉 第四名 芽菜 芽菜是一种植物用苗 包括绿豆芽 黄豆芽 木树芽 萝卜芽 和豌豆芽等 虽然芽菜营养丰富 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 但它们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生长 非常容易滋生细菌 如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 即使你在购买后的两天内食用芽菜 也有可能增加患病的风险 特别是对于怀孕的妇女和体弱者 最好完全避免食用这些生芽菜 芽菜的生长环境 使得它们特别容易受到污染 生食时一定要确保来源可靠 并进行彻底清洗 第三名 土豆沙拉 像瓶装酱料一样 土豆沙拉 金枪鱼沙拉和蛋沙拉 都很容易滋生细菌 因为它们经常暴露在空气中 每次只咬几勺 或者忘记沙拉已经放了好几天 都会增加细菌的风险 一旦沙拉受到污染 你就更容易患上食物中毒 虽然我们的食品系统非常安全 但当食品超出温度范围 或者引入细菌时 我们需要格外小心 自制沙拉 最好在三到五天内吃完 超过这个时间 就应该扔掉 土豆沙拉中的蛋黄酱 和其他成分 特别容易在常温下变质 因此 制作后应尽快冷藏 并在短时间内食用完毕 第二名 绿叶蔬菜 即使是那些预先清洗过的包装蔬菜 也可能藏有大肠杆菌等细菌 大肠杆菌可以引起严重的食原型疾病 为了你的健康 永远不要在包装上标明的任何日期之后 食用蔬菜 并尽快吃掉它们 如果你不确定这些蔬菜还能不能吃 可以通过文艺文 和看看有没有变色或变年来判断 绿叶蔬菜由于其多孔结构和高含水量 非常容易受到细菌污染 因此尽量购买新鲜的 并在短时间被食用完 第一名 冷鸭果汁 虽然这些果汁看起来很健康 但未经处理的果汁 不适合长期放在冰箱里 生的未经处理的果汁 因为富含营养 在健康达人中很受欢迎 但关键是要尽快饮用 与经过八式杀菌处理的果汁不同 未经处理的果汁 更容易被细菌污染 一些冷压果汁 采用高压处理技术 有时称为冷八式杀菌 这能将果汁的保质期延长到约30天 开封后 只要正确冷藏 可以保存5天 买冷鸭果汁时 别忘了检查标签上的 使用日期和储存说明 如果你发现 冰箱里有过期的果汁 别心疼 直接扔掉 好了 不知道今天介绍的 12种过期后不能吃的食物 哪个最让你印象深刻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可以订阅点赞奇异探索站 下期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精彩